Hello 大家好 我是Jason 我是Triss 欢迎来到社IT Studio 欸 Jason 我们的频道是做什么的 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哦 可以 我们的社IT Studio 其实我们看字眼来讲 就是属于设计华语式来讲 那个 IT 是设计的技 他的这个频道是属于一个知识型的教育频道 就是会教大家如何做网页设计 然后平面设计 我们的网营销测量 Facebook Marketing 我们的Google 这种在这个频道都会免费的教大家 OK Twitch 相信你在平面设计都有差不多五年 对吗 五年的信念 你觉得这五年的经验 在这个频道你能分享 给大家什么配合设计的配合 这样子的东西 Facebook Facebook就没有啦 我会尽量的去分享 我会的东西来告诉大家 怎样去做设计 怎样用Photoshop 还有AI Illustrator 来去制作你想要做的东西 比如社交媒体 Facebook Marketing 做网站也是需要设计的 不是单单只有Coding 所以我们设计跟Coding 就细细相关了 所以我们要先把 DESIGN的这两个Software 先学好 把Basic给打稳了 这样子的话 你才能够做你想要做的设计 那Jason Website要准备些什么 其实Website 我们准备一个电脑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因为Website 我们是属于用HTML 最Basic 最Basic开始的时候 HTML 我们叫做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来设计我们的网页 就是我们用 如果你是用Windows的话 我们用NotePad 我们就打简单的Coding 你整个Website 就会出来了 对 NotePad就可以了 NotePad就可以做Website 对对对 想不到 然后因为时代一直在进步 然后我们会放照片 放一些Animation 所以它会慢慢进步 到现在我们在市面上看到 有很多叫做Drag and Drop的 一个Website Builder 所以我们设计就会很简单 做一个网页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不需要 很多人就可能可以省下几千块 去给 就给人家去做一个 很Professional Website 其实我们在短短的几分钟 或者是一个小时内 就可以做到 你要做的一个Landing Page 一个eCommerce 或者是你要的Website 但是可能就是 如果你给其他人 外面Outsource去做的话 可能他会比较 要专注于在我们的SEO SEO 好像Facebook Business 专注于在我们怎样找流量 怎样去analyze 我们的流量 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处 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很简单的Website 其实用Drag and Drop System 还是HTML 固定我们都可以做 就一家电脑 可能有Internet Explorer 就已经可以做成一个Website 没有想到这么简单而已 对对对对 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及分享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